我們選務的這個投開跳手的設置 越久才越久 一個一個的關了 但是呢 也變成配套了 這個是不對的 既然投開跳手的設置 是高雄市政府自治市校 市政府不管你派誰出來說 這個不能借那個不能用 你有任何的理由 我們都尊重 但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你關了這個門 到底這個選務 這個投開跳手 你的責任 你要如何的去完成它 你的配套在哪裡 你有沒有提出來 我們的選務的這個投開跳手的設置 越久才越久 一個一個的關了 但是呢 你並沒有配套 這個是不對的 你罷免團體 一直在罷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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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們心中忘記不了 求你的甜美之味 我再一次故意發個牌 那今天三月 就發跌到 一百四十幾年 我再看了一下 一百四十幾年 都會有 公司的投開手 那要把 他要把 而且要把 騙子 這樣的一個盤子 掛在自己的脖子上 承認自己是 霸余是騙子 WeCare呢 這個團體呢 今天上午呢 在指控 包括交通局 包括警察局 包括民政局 包括教育局 有各種的方式呢 來阻擾 這個政治運動的進行 我在這邊 必須要正式澄清 這完全是無中生有 而且只是要製造了 高雄市政府 在打壓的一種印象 我們認為這樣子一個謊言 是應該要被澄清的 應該要把 WeCare 改叫做 而且要把 騙子 這樣的一個牌子 掛在自己的脖子上 承認自己是 罷免是騙子 你罷免團體 一直在罷免 罷免罷免 你像連同意跟不同意 都不敢說 到底可不可以 出借市府所管轄的空間 達到1823個投開票所 可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我本人是當事人 基於這兩點 我都不太適合回答這個問題 非常感謝 市長 我給你具體要求 你是市長 現在兩個局長 都用一些行政干擾的手段 造成 現在高雄市的公民權 被剝奪了 已經有違憲之語 請市長當場承諾 你可不可以當場才是 只要市政府所管轄的機關 學校空間 任何需要出借在6月6號投票 這件事情 空間借用上面 你承諾 所有都可以出借 今天就做到可不可以 請市長回答 達到1823個喔 達到1823個喔 市長 市長回答 時間請暫停喔 本席呼籲請民進黨團的議員 針對此次的專案報告 做詢問 主席 這個跟疫情非常有關係 只要投卡跳手越少 人口群聚就會越多 這很簡單數學問題 好 請市長回答 那市長請針對防疫的問題 進行答詢 謝謝主席 謝謝民進黨團 謝謝林議員 防疫問題 我們非常怕群聚感染 就像各位自己 二十幾位民進黨議員 自己左看右看 市長你不用再繞圈圈了 戴過口罩 你只要講說同意還是不同意 讓投開票所公平對等 可以達到防疫的作為 借到1823個就好 你當場才是兩個局長就會做 收回他們之前的限制命令 可不可以當場同意 市府一切的作為一定是依法 我給你要求的 不是沒有違反法律 是要求你依法沒有錯 你現在連同意跟不同意 都不敢說 到底可不可以出借 市府所管轄的空間 達到1823個投開票所 可不可以 林議員容許我跟你報告一下 今天是 可不可以不可以 這個跟防疫都有相關 你不要再繞圈圈了 第二點 我本人是當事人 基於這兩點 我都不太適合回答這問題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感谢观看